今天打得不错 打得非常棒 我全程都是很紧张 看 谢谢谢谢 非常棒 那个对手其实还很强的 对对 他整体技术方面都挺强的 张美免 首先恭喜你顺利拿下比赛 并且拿到了五万美金的华红 对手的这个资料非常少 其实算是比较神秘的 这对你的这个备战有没有什么影响 那倒没有 我把我平常练的都打出来就好了 还有把体能搞好 然后整体都备战的挺逊力的 OK 那这场比赛如果说满分10分的话 你可以自己打几分 打个7到8分吧 反正就还得继续加强 很谦虚啊 就是比赛过程中啊 第一回合刚刚交手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对手的水平怎么样 我觉得我一直都挺重视他的 就从来没放松过 然后在场上我也非常的谨慎 那那你这个对手的这个水平 有没有超出你的这个预期 嗯那倒没有 因为万冠军赛没有差的拳手嘛 然后每一个拳手都实打实的实力的 其实也挨到他一两拳的吧 对对 看到了 还有就是挨到的那个那个正灯腿啊 我当时是特别慌那个腿 正灯的话 一般杀伤力不是很大 就控制距离而已 对 我们看到第二回合的后半段 对手的体能感觉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那这个前面这个高频的输出啊 是不是你的战术之一呢 对赛前我就一直 呃就想压着打吗 我们两个立即拼拼打吗 我们两个他也是拼打型的 我也是那刚好 那就拼耐力了 一直拼到最后最后 ok ok 啊那我们得知啊 就是赢下比赛以后 你还顺利拿到这个冠军挑战权 请问这个呃二战迪贝拉 你的信心怎么样 嗯下来我肯定会更加的全面 然后加强自己的备战呢 各种足的地方也要提升 不足的地方要提升 都要提升 然后就等等着比赛 那你这样吧 你预测一下自己这个二战迪贝拉 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干掉 嗯 我觉得他也是个非常的好的拳手 我希望就随机应变嘛 在场上我觉得应该会打满 但是会拼得很松 对我也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子的 呃那问题啊怎么就问到这里啊 然后今天我也知道你就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累啊 然后我这边也不去呃 过多的去打扰你啊 然后咱们呃私下有空了到时候再聊 好不好 好的好的 如果你继续跟你的粉丝们去聊 然后晚上去出去开闭一下啊 可以可以 还比一下拜拜可以拜拜 拜拜